各位老友 我是越主越好 大家好 很多朋友留言說 很想吃白切雞 但是又不懂得去買雞 不懂得浸雞 不懂得斬雞 好像很複雜 結果都是放棄了 不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白切雞翼 其實分分鐘比白切雞還好吃 只要去街市買雞翼 就完成了 沒有激素雞翼 今天這雞翼很漂亮 白雪雪的 比很多漂亮 要買這些嗎 見貨買貨 今天這雞翼很漂亮 24元 OK 買幾隻回去做 本來打算做白切雞翼 不如做白切雞翼 這麼大隻 先買炸回去 即是你用什麼雞來做白切雞翼 雞翼 雞翼 我本來打算做白切雞的 但是這些白切雞 雞翼不漂亮 我現在看到你這些無激素這麼漂亮 不如做白切雞翼 一樣好吃的 好吃 我也是很粗 很簡單的 其他方便 他們更喜歡吃 爽的 不用切的 不是的 他們更喜歡吃 雞翼更喜歡吃的 你知道嗎 滑的 雞翼爽滑的 今天你這麼漂亮 真的好漂亮 是啦 24元不貴 說真的 30元是3元 我當然知道 30元是3元 我當然知道 是 當然知道 隨便吧 買多幾隻 他們吃很多的 是 好了 謝謝 白切雞翼 24元 很划算 謝謝 兩磅有嗎 不夠 還差 還差一點嗎 有一點 隨便 這裡多少 這裡磅幾磅 十幾磅 好 就這裡 OK 謝謝 好了 放在冰甲 就是冰水了 我 看見 我 去買雞翼 其實今天呢 就打算做白切雞 不過行走幾間超市的冰鮮雞都不太好看見到這些雞也不錯 那我就買了這裏 24元磅都45元 OK的 因為這些很漂亮 沒有激素 剛剛就見到我了 將它用清水解凍 倒清了水份之後 就醞鹽 現在拿了15-20分鐘 這個動作其實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去到它的雪味 還有雞腥味一走 加入少許鹹味 如果你用鹽水浸去都沒有意思 因為它冰的時候 水散發出來 鹽水也不能進去 反而倒清了水份 直接去拿去 那些腥味和雪味就走了 大家看到了 15分鐘之後 這些血水 看到嗎 哇 多厲害 現在就可以沖洗乾淨 現在看到了 一隻也有少許的血 是不是 出回來 現在要渣渣些血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血藏在裡面 你吃一吃 你就不知道它腥的來源在哪裡 尤其是煎炸 如果你不擠了這些血出來 一炸一煎 那些血就會飆出來 變得黑色的 整隻雞翼就失了針了 要理解一下 雖然我今天 就不是做煎炸 今天做白切雞翼 讓我一隻洗乾淨 好 洗乾淨 再跟大家說 好了 這麼快就把這些雞翼 沖洗乾淨 舌了些血 OK 今天就做白切雞翼 不乾淨一點 不要腥味 好簡單 這些雞翼 雪白的 多漂亮 其實白切雞翼 比白切雞還好吃 很簡單 白切雞翼要做什麼 很簡單 就要找一塊薑 拿一塊薑出來 待會要剁掉 我就買了菜 適合了 給了炸蔥 很棒 要來做薑蓉拌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很棒 現在不用吸乾淨水 現在煮滾一鍋水 現在就可以浸 過來過來 我們要煮滾一鍋水來浸雞翼 可以浸白切雞翼一樣 白切雞翼要用一個煲 因為整隻雞翼長身 雞翼用東西可以了 要煮滾它 你可以加薑 蔥 花絲八角 可以的 其實我就覺得不需要 待會我用薑蓉拌它 就夠了 再加兩匙鹽 雖然剛才是已經去腥味 但用鹽就好一點 加一點酒 抹酒也可以的 李紹興酒 白酒 什麼都可以的 多一點都不重要 讓它去一下 去一下雞翼味 其實雞翼這樣做 就很好吃 喂 白切雞 我告訴大家 如果兩斤半要七個字 焗十分鐘 那雞翼用不需要 當然不用 這些雞翼大約 這樣 放下去 這樣 現在 現在水一下去之後 它 你不要這樣 硬地煲它 因為它變了 就不滑 我們現在就把火 收回它 收到最小的火 這樣 浸它十分鐘 打開蓋就可以了 你不用蓋蓋 這樣浸一浸 讓它慢慢 亂一些肉熟 但是還沒有熟 十分鐘之後 就再跟大家說 一下 雞翼浸著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薑蔥 喂 送的幾好的 買一多菜 有這麼多 盡量尾也不要 頭就切了 其實這些 買菜有蔥送 這個真的非常之好 你就買蔥都要三元 這麼多 喂 你知不知道 切了一些蔥頭 先 薑 多一點 在外面的小店 如果你吃的 什麼白切雞 很多時候都不給薑 因為薑現在都 二十元斤 你知不知道 但是自己吃的 當然是放薑 慢慢掛掉薑皮 好 就可以洗乾淨了 這樣就可以洗乾淨了 這樣就可以洗乾淨了 薑草都洗乾淨了 我們就切蔥了 第二塊薑 最簡單就是用薑磨來磨 這是最方便的 如果很趕時間就用它 磨出來的薑基本上是有渣的 我們以前跟媽媽的時候 切薑片是自己剁的 好 差不多了 要細一點就剁久一點 以前人家做薑用就是這樣做 那時候哪有薑磨 大約碎一點就可以了 不用太誇張 攪拌機也不可以 也有渣的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薑汁很棒 不用拿著醬汁 有些朋友拿著醬汁是不需要的 好 我們預備好鹽 下去是要來攪雞翼的 即是八切雞要來剪雞 所以不要太過鹹 你要理解到 我這麼多 我放一個茶匙多一點就可以了 有一點點鹽就可以了 1.5茶匙 因為有2.1茶匙 好 預備一間澱油就完成了 好了 用這個火浸了雞翼大約10分鐘 大家都看到了 究竟是不是熟了 一定不熟 這樣浸 嚇怕你 因為OK 但是雞翼一定是亂滑 看到嗎 一定是滑的 這個程序要浸 好像浸八切雞一樣 八切雞就浸35分鐘 焗10分鐘 雞翼就浸10分鐘 然後開大火 10分鐘之後就開大火 這個目的是做什麼 現在就要把水滾起 現在的水滾起 即是說雞翼已經同步熟了 但是一熟就不會馬上滑 其實這些是煮飯的理論 你越煮得多越煮得久 你就會理解的了 現在要等它煮起 先等它煮起 雞翼等它煮起的時候 開始做了這個冰水 很簡單 現在就把它撕出來 即是快速做冰水 當然你自己本身已經有冰水 不用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突然說 要做白切雞 那我就要用這個方法 你明白我說什麼 OK了 太多了 不要緊 接著要倒一點 下冰 要加冰 因為冰水也要加冰 下來看看雞翼 那些水再次滾起 讓它滾一滾 不要太心急 這樣搅拌一下 不要搅拌一下雞翼 真的要熟又爽 就要有一個方法 加了酒和鹽 其實很香味道 你要理解一下 OK 讓它滾起 看得到 看得到 基本上就熟了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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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給它多20秒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 你很擔心它不熟 有時候煮菜 煮出來不熟 很嚴重 OK 現在拿過來 小心點 整碗拿過來 OK了 冰水預備好 這個最好 如果白切雞 嘩 遮膩也有 雞翼 放進去 浸一浸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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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皮爽 肉亂 就是這樣 OK了 先把水倒進去 先倒進去 待會要做別的事情 太多水了 先倒進去 放兩粒冰水 一定要夠冰 那些 鸡翼 鮮爽 你要理解一下 OK 有它浸 大約浸到冰蓉 就可以了 理解 好 先做薑蓉 薑蓉 薑蓉 是需要用些油 蘸下去 讓它的味道出 但是不要直接煮它 因為直接煮它 味道就變得不好 蘸就可以了 因為它要保存薑蔥的香味 是蘸油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火 加油 這麼多的薑蓉 要加少許油 千萬不要不想吃油 你可以加少些油 加些雞翼 大約要三個湯匙 這個不要緊 要多了 要來拌東西都可以 OK 大約三個湯匙 先煮它 讓它煮一下 煮一下 油 油沒有煙 即是煮 要很煮 要理解一下 沒有煙 看到嗎 OK 不要在這裡 不要在這裡煮 拿過來 拿過來 現在就煮它 慢慢來 看看位置 那些鹽就會融 OK 好香 聞到 聞到好香的味道 OK 現在這樣說 要搅拌它 讓它平均一點 剛剛三個湯匙的油 不是很多 拌拌它 好香噴噴 這是很簡單的白切雞薑 這個一世受用 要來做什麼都可以的 你要理解一下 記得要這樣做 要知道 好似你 這些就是媽媽的年代 現在的人都應該認識 有些朋友會拌點醬油 不過我不喜歡的 你喜歡就可以拌 我不喜歡 好了 現在就由它攤冷 因為雞翼還要浸冰 好 攤冷了 它又完成 再和大家說 浸冰 都溶完了 這個大冰 OK 雞翼都凍冰冰 不錯 你看到嗎 真是爽 皮 很彈的 現在就要把它倒入 先倒入水 倒乾淨 好 要弄一弄乾 就這樣吹乾 你知不知道 就不用用水指 就這樣吹乾 好 因為要先拌 拌才可以 其實現在碎姜熔可以 不過拌了還好吃 好 等我這樣拌乾 大約20分鐘 給點耐性 拌就好吃 好 一會兒再和大家說 好了 大家看到了 拌乾水 起碼都要拌乾 乾身 因為都要拌味 為什麼要浸冰 其實八次當然要浸冰 因為如果你浸冰之後 你拌乾之後 它的肉是爽蛋的 其實不浸冰也可以 不過不浸冰就浪費了 即是你要知道 什麼雞啊 雞翼 浸一浸冰 拌乾 先去剪味吃 現在其實已經可以了 一剪 你剪什麼醬 就什麼醬吃 我現在就處理好一點 先拌一拌 放進碗裡 OK了 這樣就可以拌 哇 這麼多油 大家要知道 如果沒有這麼多油 去讚薑薑 它根本不香 現在這樣就很香了 我們可以拌一拌 拌一拌油分 看到嗎 油分就自然出來了 這個位置 你不想要這麼多油 但是讚油都要有油 這樣說 你看到嗎 油分就從底部出來 有時候煮食的東西 不要太過份 即是不要不要 你不要油都沒有用 油就出來了 看到嗎 從這裡就少油了 少少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拌一些些薑蓉 拌過來 拌一拌它 用筷子也可以 不過用手 慢慢排好它 好了 等我排好它 再跟大家說 先下個轉盤 小心小心 哇 這個白切雞翼 很多年輕人 不敢做整隻雞 這個就很棒 簡單 不用斬 很多朋友斬雞都怕 這個 是初學者 這個很好吃 記得要浸一浸冰 浸的時間 剛才也說過 首先 先將它很小火 最小火 10分鐘 浸得它亂滑 大家看到雞皮 都知道它不粗 然後用大火 逼熟它 馬上滾起 數它20秒 就要關火 就有這個效果 浸冰就是爽脆了 買一些漂亮的雞翼 這些很好奇 每一隻都雪白 沒有激素 這個很好吃 讓我先試一隻 給大家看看 小心 不要弄了我那個 嘩 多奇怪 正 我試一試給大家看 嘩 嘩 看看 剛剛好 看不看到 英國大馬的手套 給大家看 嘩 這個真的 再咀嚼 嗯 味道剛剛好 真的爽 這個 真的 200分 不止300分 很好吃 這個薑蓉 每一般家庭都是這樣做的 這些油 要來拌麵 炒菜都可以 一些都不肥的 好香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白切雞翼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各位老友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一個月前 我就和大家分享過 石合冬瓜湯 好受歡迎 好多朋友留言就問 除了煮冬瓜 還可以怎樣煮石合湯 其實石合是珍貴的藥材 所以不用用這麼複雜的配料去煮 我今次就用兩個節瓜 加上一些海肉粥 脫水淮山 煮這個湯 好清 好甜 好有益 謝謝